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幾樣食材給大家 是幫你們補血的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知道 牛肉就是補血 但是如果你是吃素的 那吃什麼好呢? 所以今天的話題就是為素食的朋友 提供幾種可以補血的食材 第一種就是黑木耳 黑木耳有白貝 這個就是我們廣東人叫的木耳 而那些全黑比較小的 我們叫雲耳 這些含量的鐵方面是很豐富的 比肉類的鐵質更多 所以是一種很好的天然補血食品 可以有效防止缺鐵性的貧血 而且除了補血之外 它還可以幫助你身體排毒 特別是白貝黑木耳 它還可以預防生失 我曾經介紹過一個偏方 就是用兩片薑、紅棗 和白貝黑木耳煲水 就可以預防生失 避免去通波仔 第二樣食材就是南瓜 它含有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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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這些可以幫助補血的營養成分 它除了鐵質可以幫助製造紅血球的基本微量元素之外 它的骨是可以活躍人體的新陳代謝 足盡造血的功能 第三種蔬菜就是燕菜 特別是紅燕菜 是補血最好的蔬菜 尤其是夏季大造 這個燕菜有增加血紅素 能夠提高含氧量的功能 如果你加上魚一起煮 這個鐵質吸收更加多 第四樣是金針菜 它的營養成分是很高的 它的鐵含氧量也很高 比平常我們吃的菠菜 認為它是鐵質高的更加高 是很好的補血食材 至於第五樣可以當作小食 就是葡萄或者葡萄乾 它有豐闊的鐵 是老年人和婦女 或者是體弱貧血的人的滋補佳品 特別是葡萄乾 因為它含鐵量是新鮮葡萄的15倍 同時它還有多種抗物質 維生素和氨基酸 所以有貧血的人 當這是一個健康零食 第六樣就是紅豆 紅色的食物是補血的 中醫就認為紅色是補心 對心臟也好補血用 這個紅色的紅豆 有很豐富的維他命B1 鈣和鐵 可以有改善貧血的情況 這個紅豆還有代謝水分的作用 可以消除水種 特別適合華人婦女 它的水種和浮腫型的人 作為一個補血食材 第七就是杞子 這個杞子有很多營養 100克的杞子 有高達14.6微黑的鐵 同時它還有多種必須的安基酸 和銅、新、微量元素 第八樣又是紅色的 就是紅棗 中醫認為紅棗可以補血 可以增加血液中的紅血球含量 可以增強筆碎做血的功能 所以就可以改善貧血 如果加上原肉一起配搭 還可以補血癢 最後那樣介紹就是這個原肉 或者是貴原肉 這個原肉裡面的鐵和新的營養成分很高 它可以幫助紅血球的功能 改善貧血 是大人小朋友都適宜食用的補血食物 特別是懷孕婦女和產後 這個季原是一個很好的康復補血食物 但是它的甲含量和糖分都比較高 所以有腎病的人和有血糖比較高的人 就要小心食用 以上這九種都是很經濟 很容易買得到的普通食材 素食的朋友 如果要補血就可以在這裡選擇 多謝你們收聽